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在这国民党的部分 那新美市场侯友宜被视为是 总统人选之一 尽管他都还是没有正面的表态 但传出现在他的阵营 已经在寻求符合这几项女性专业 国际专业的三项要件的副手人选 现在国民党的立委李贵敏被认为说 蛮有代表性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李贵敏澄清说 他没有获得侯友宜或是他的幕僚征询 但是他也表示说不排斥任何的选项 而且他也说呢 自己呢国际事务的经验是优于小美琴的 那么现在台中市场卢秀燕 其实也被点名嘛 不过呢卢秀燕表态 不会接2024的副手 也说目前没有这样的情况 前列委神父雄认为 侯友宜现在呢还要有三坦 坦白说实话坦诚 这是民党很缺的坦诚 那么坦率他认为侯友宜有点欠缺 但是他认为坦率的话 才会把这个中间选民的票洗进来 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董董董就认为说 侯友宜其实本身就是新民脆强的人 民调发现 那么新北市的选民有近四成 赞成他去选总统 所以针对是不是大家会说 你是不是落跑去选呢 他认为说新北市长身份 并不是他的束缚 那同时还有在这个 赖兴德部分 在认为说这个蔡赖两个人的心结 他怎么看 他认为说这两个人的心结在 大概如果团结有70% 他认为不错 奥密陀佛了 我们请教委 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有关于我们总统大选的部分 我最佩服的就是罗秀燕 就是不扭捏作态 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他的意象 而他很清楚告诉大家 他的意象的时候 大家就不必猜测了 对不对 那也比较有助于 我们能够尽速地去整合 然后推出我们的人选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之前我也常常就是来 告诉我们的支持者 大家不要太过的焦虑 有很多人说 你看那个民进党都赖姓的地狱一针 那我们为什么迟迟都不肯推出人选 那我都觉得说 请给党中央一点时间 让这个3月4号的南投的补选 非常重要 好那今天3月4号 3月4号不管赢或者是输 接下来我们的第一要务 就赶快去整合我们的总统的人选 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要加速 因为看起来赖清德 大概4月中旬 他大概就会听命自己了 那如果我们可以晚一点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晚一点 但是呢 比如说晚一个月 那我觉得大家也稍安勿躁 可是你要拖到6月7月 那大家一定会鼓噪起来 现在到底什么样 什么状况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我觉得所有 大家不要再模糊了 赶快赶快去做一些 大家能够坦诚的去谈这个问题 尤其这一次南投补选 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说 在九合一大选之后 我们就顺风顺水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看了 我们很多的群组 其实有一些人 甚至都语重心常讲说 今天的败选 某一个程度 也是夯这个国民党一下 未必是坏事情 你看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们不要弥漫在九合一大选的喜悦里面 然后又开始那种最坑最香 又开始呢就是私心自用 所以呢 把大家打醒 我们2024不是一场轻松的战 所以这第一点我觉得时间的问题 那至于副手的问题 副手问题我认为 我们的人选确定了之后 充分尊重我们的主将 他觉得怎么样的选举 是让他最有力的 那当然我觉得选副手也非常重要 那你没有办法加分就算了 不要变成会减分 这一点请拜托拜托 好看到呢 在这一回在这个南投的部分 赖星德是不是就此过关了呢 好我们接下来要请教员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在林明珍的部分一开始他的领先幅度是非常大的哦 所以呢 大家也认为说应该是OK的 南投这个蓝大于绿过去一直是如此 那么也要来想一想 接下来2024的部分了 那现在对于蓝银来讲 当然呢在这个侯友宜 他是呼声最高 这是杜伟最高 但是依旧要小心啊 看到民营党这样的一个打法 杨明哥 我想这一场补选最伤的是朱立伦主席 就是说他的口口声声都说 我们要全力这个把南投补选选好 再来谈什么总统啊立委的提名哦 过去南投补选一直是他规避 谈总统立委提名方案的一个 一个某种程度的借口 补选完再来看 对补选完都想补选完 结果你补选败啦 那你要怎么解释说 你是真的全心全力在拉台南投吗 还是你另有所图 你只是想要用时间换取空间 所以我说这个朱立伦 你如果今天真的聪明 直接在里面讲了 我身为党主席不会参选2024 这句话你都讲不出来 这句话你讲不出来 你凭什么所谓的最强的 什么总教练啊或什么的 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在 你知道吗 国民党里面为什么不团结的原因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个也想选 那个也想选 吃这个也养 吃那个也养 所以今天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所谓的共主 这是现在国民党最大的困境 总是有一群人觉得 这个不够好 今天一定会有人质疑说 侯友宜你为什么选前之业 没有去辅选 你问我只拍影片 也有人会说 郭台铭你问我只发脸书 你问我不到现场去补选 然后呢 一样朱立伦你输了 你要不要负责 蓝军里面就是会这样 对谁都不满意 对谁都不是100分 没有错 可是说穿了 如果今天你知道吗 民进党是一个这样的 我觉得要用体质来看 不同的这个政治阵营 民进党是这样 我讨厌这个蔡英文 我讨厌赖清德 我在这个党里面 我对他没有那么满意 但我这票还是投得下去 这是民进党的特质 民进党支持者 他们非常清楚 我只要党赢了 我就算今天讨厌他 但是我的最高目标 是要把国民党拉下来 这个目标他一定要达成 终极目标永远不会变 对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是 我对你不爽 我就是不投票 我就不愁了 我的老子我不爽 不投了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习惯 那第三势力的选民 或者说没有政党倾向的呢 是会看人的 比如说在2020年 为什么蔡英文拿得到817万票 当然他有他一个所谓的当时两岸氛围的 对一个什么香港反送中啊等等 年轻人大量投给蔡英文 那国民党难道不该检讨一下 为什么你们提不出让年轻人愿意投票的人选 所以我说今天不管 所以我说这个这一场补选 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国民党就是 就算你今天你是很在意什么地方的建设 什么样的 你赢不了你要怎么实现 你要先赢才能谈建设 所以选举 当今天这个当然这个刚刚洪威姐分析也非常好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在地 我相信包括严宽恒 他也没有想到说 我一个小小的立委补选 一个选举 可以打到铺天盖利全国这样子 很抱歉 现在就是这个策略了 除非你不要补选 所以我说你国民党如果已经经历过了中二补选 你还没学到教训 那就是你朱立伦喊蛮 就是你 请问一下中二补选的时候 党主席是谁 朱立伦啊 有换人吗 没有啊 为什么补选你朱立伦就是打不赢呢 那表示你党中央的心态有问题 你没有从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里面 得到教训 一样啊 洪威姐那场补选 打得很辛苦啊 到最后 其实你知道吗 本来的那个领先的幅度 一样到最后是拉得非常紧的 到最后洪威姐是拼了老命 把这一席巩固下来 那真的没有什么话好说 还有人说 啊怎么才赢几千票 我告诉你 补选一一票就是赢啊 补选真的没有那么好打 可是这一场 这一场的补选的关键是在于说 大家看不到国民党有那种胜选决心 看不到 甚至我看到很多蓝营的这个一些朋友 他们去上一些绿营的这个节目 被攻击的时候真的是哑口无言 不知道能讲什么 所以我说这一场选举在 其实我大概看一下这个选前的氛围 我基本上我今天本来就觉得林明珍会赢比较是奇迹 我觉得他输的几率本来就比较大 那最后投票率的高又冲高 那就肯定他拿不到这些年轻人的票的 所以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讲 那既然讲到赖清德 你说他台南的问题啊什么的问题啊 当然这在2024都会有都会变成一个议题 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些问题 赖清德有设防火墙啊 台南的政府议长我停权啦 难道你要我开除他吗 开除那可以啊 请问国民党要不要开除林芝苗 林芝苗被起诉啊 那你国民党要不要开除 所以一样啊 蓝军有的问题 绿军也有的时候 两边就可以这样玩政治口水 就化解掉了 所以今天当民进党已经用一个 所谓的高标 比如说未来的学伦 好一样嘛 他们讲学伦 我们现在羞辱这个林智建议好像什么样的 林明珍可能过两个月 他的学位也要被撤销 国民党一样提有学伦有问题的候选人啊 还有一个这个准备要争取立委提名的 立委那个论文抄袭 不回应就不回应 现在还还在争取提名啊 所以国民党如果继续提这些 这种你去年唾弃的这些类型 酒驾的学伦的 你继续提名 国民党没关系 你继续提这些人 你2024就等着败 就这么简单 所以对赖金德来讲 当他开始改革 不管他的成效如何 他会让很多的 我说中间的 就是我是看 我不是看蓝绿哦 我是看说 这个政党好像有在改变哦 赖金德好像跟以前参议文 有一些不一样哦 好这时候这些中间的选民 有可能会改变他的意向 去年要教训民进党 今年我这次补选 我可能觉得说 我要教训国民党 对 明年怎么样 要看整个氛围 明年可能会因为 这个两岸的情势 国际的情势 可能会有不同的 也许是说 教训共产党 或是说教训什么党 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选民的氛围 在每一次的选举 会有不同的一个 民意的主流 那这一次 目前2024还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今天看起来 民进党已经定于一尊 就是赖金德选总统的状况下 国民党如果没有任何的因应 我说的因应就是说 你3月8号马上 国民党中常会 如果还不赶快讨论 总统跟立委的提名的话 真的 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看起来是不乐观的 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你要赶快来布局了 尤其是这个郭台铭的 就是说抛出这个 什么一个办法 乃至于到后面 这个侯友宜 到底要不要表态 乃至于朱立伦 你要不要中常会里面 你就说我没有要选 你就把它讲清楚 你不要再让人家外面 绿营就说 你看你们每个都想选 不断的见缝插针 所以包括现在柯文哲 就是乐于看国民党 你知道国民党越乱 对柯文哲越有力 所以我说这个2024整个蓝军的盘算 如果你没有把它提早来部署 你身为党主席 接下来这整个战局 怎么的发展 你要负最大的责任 来看到这个绿营是全党来拼补选 那民党蔡皮惠这次来参选 其实过去他参选过立委 参选过县长都失利 这次再战补选 赖清德呢 当然要想办法好 一定要翻转 所以呢早早就派人来进驻 那么再稍早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赖清德的部分也发文 他说深深感谢 南投县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在艰困得到令人欣喜的一个结果 感谢大家 为家乡争一口气的力量 这是蔡培慧 他说南投女儿蔡培慧一路走来 充满勇气 甄业温暖等等 好同时他也说呢 我们会继续努力团结 迎向民主和平繁荣的美丽台湾 这是赖清德 民进党的党主席稍早发文 那么另外再来看到的是朱立伦 国民党党主席朱伦就说了 今天呢 在这个南投的立委补选败选 这次的结果 让我们清楚重返执政路上 不一定那么顺遂 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团结努力 继续的努力拼 同时也表示有深刻的认知 即使民进党造谣抹黑 内政外交失调 民众对我们的支持 也绝对不是理所当然 所以他说呢 这次不管是林明珍同志 许淑华县长 或是缩莱辅选的新首长 基层同志 大家都用尽全力了 对大家表示最深的感谢 同时他也表示说呢 他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必须向所有支持者 表达深刻的歉意跟反省 那么他说这样的结果 对于国民党是一大警讯 在2022累积民众众多期待 但是未来唯有团结 持续的跟民众站在一起 要大家 攜手团结才有办法不负人民所托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的这个部分 其实在这个选前之夜 在许淑华 卢秀燕 朱一伦 蒋万安 周汉镇 这些来营的大他都亲自来吹票 那么林明珍当然 大家也提到了一个老县长 从政30年 那么在这一次打一路走来 不断的被泼脏水啦 被抹黑啦 像是瑞云说 5年出访大陆84次 不过呢他也表示他只有14次 8年14次 而且都是为了什么 茶叶观光打拼啊 那么在任内观光 南投人数也是成长488万 成长到751万 好这一路都包含了 像是豪宅的问题啦 等等等 还有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政策线的问题 那么赖清德部分怎么打呢 是要翻转 所以在一开始就派了 党部的人员进驻南投 亲自都军之外 每一周 选前他每一周都来 来帮忙复选来站台 而且在绿营的部分 在文宣的攻击力道 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加大加大 全面铺天盖地 永明姐 是刚才我看了两个党主席的发文 我对于朱立伦呢 他很诚恳的深刻的反省 完全提到他要负责任 而且他深刻反省呢 我希望他讲的是真心话 而且真的要说到做到 因为很简单 我觉得从朱立伦党主席开始 到所有的国民党的同志 党公职 我觉得大家都要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现在2024这一局 支持我们的 也就是说可能不投票给民进党的 我不是说一定会投国民党 我说可能不投票给民进党的群众呢 其实是耐性更为有限 愿意容忍你的毛病 容忍你的犯错呢 那个容忍度会越低的一群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对于台湾的未来 中华民国的前途 感觉到很大的焦虑 感觉到是违籍存亡之丘 所以这个时候 对于要能够抵制 要能够打败民进党的 最大的可能性的国民党呢 第一个期待很高 第二个呢 对于你稍微的不团结 稍微的战力不够 稍微的反应很慢 然后呢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大家的那个愤怒跟 不愿意支持你的那个反扑力量呢 会比以前更强 所以才会为什么我们觉得说 这一次的检讨跟反省 不只是说国民党绝对要团结 不能够内乱 然后不能够再容忍以前的那个 非常糟糕的降纲文化 放化文化 而且呢几个好像自以为是的大佬 然后大家就要在底下搓原子汤呢 一些游戏规则呢 都随便以你们意见呢 为了这个人开小门 为了那个人护航 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以外 所有提名出来的人呢 一定要有非常强的战力 而且呢你提名他出来了以后 你就要有部署呢 去协助他作战 譬如说我们真的讲林明珍这一战 林明珍是这种老好人行的 像刚才杨明也提到 他一直都打顺风车 他都没有坐过在野党 他不是马英九的时候做立委 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在做县长 那你这样的人 你知道民进党对他一定是会摧毁式的攻击 一定会抹黑一定会什么 那你为什么明明有了张善政的这个先例 张善政那一场桃园的怎么赢的 张善政本身不会打抹黑战 人家对他抹黑的时候 他也不太会辩解 可是朱立伦派了谁 朱立伦派了他旁边 培养最多年战力最强的林涛 本来是朱立伦的文传会主委 然后直接把他放到桃园去选议员 然后所有的主要战力 你那攻击手给林涛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次林明珍 如果你知道说年轻人一时之间还接不上 担心你要老将顶着下一次换年轻人 你就应该赶快赋予 那个年轻的议员几个有战力的 赶快党中央给他们喂资料 然后他们就出来开记者会 用甚至让林涛这样子已经有战功的人 游淑慧这种有战功的人 赶快下去桃园那个南投去指导他们嘛 陪同他们一起在开记者会嘛 协助林明珍打这场仗嘛 协助林明珍攻击蔡培慧嘛 这国民党真的很弱吗 国民党没有很弱啊 国民党有女战神啊 我们那个战神医的王洪威现在 王洪威我来到现场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王洪威啊 我们也有许巧心啊 对不对我刚才讲的林涛也真的很不错啊 游淑慧也很不错 就是这些人你说你在台北打高空没有用 那你就让他去桃园嘛 你拜托他 现在议会也没有开议嘛 可是为什么没有做这些的部署 所以我要真的讲 现在国民党已经没有借口了 我再重申一次 今年的氛围 如果最后2024决战牌 仍然是国安焦点的话 因为有俄乌战争 电视上乌克兰被炸的一塌糊涂的 这种震撼人心的影像 跟当时我们4年前要对抗反送中 香港年轻人闹得一塌糊涂 中国大陆都不敢动解放军 甚至连武警都不敢动的情况下 当时为什么打国安牌对来营不利 因为当时台湾很多年轻人认为说 我对抗到底我不用付出代价 可是现在4年后大家知道 你随意的抱美国大腿 任由美国宰割 你的代价就是乌克兰 都不要讲说最后乌克兰能不能赢俄罗斯 你就算赢俄罗斯那种产胜你要吗 你的住家被毁 你搞到财产没有 你搞到必须流亡海外 你搞到你自己的一辈子的努力都成空 你的甚至亲爱的家人死亡 这是你要的吗 既然大家不要 那就要反对民进党跟美国的这种 完全配合美国来牺牲台湾利益的做法 那这种时候如果国民党再不团结 再不找出有战力的人 我相信选民就会陷入一种很虚无的心态 很绝望的心态 他就会他虽然不一定会投民进党 可是他就会不愿意投票 他会觉得说反正没办法了 事已至此了 我就做缩头乌龟好了 所以国民党绝对不能犯这个错误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